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來到小學數學快速學 今天會講多位數的乘除法 尤其是有些同學 多位數的乘除經常都會計錯 今天會重溫一次 多位數的乘除 有多位數一位數乘兩位數 或者兩位數乘三位數 或者兩位數除以一位數 或者三位數除兩位數 多位數的乘除 從中學會分拆數字去乘除 還有乘除互換的研算方法 最後我會教一些進階的題目 乘法速算 我們一起來看看 首先我們試一下計算 21乘8 我們看一看 是一個兩位數乘一位數 我們會怎樣計算呢 21乘8 我們可以這樣寫一個直式 其實21乘8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一看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 1乘8 再加 20乘8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看著了 如果我們要計算 20乘8 如果我們要計算 20乘8 其實這裡是0 216 所以這個是16 如果1乘8 就是8 所以我們去計算 這一題的時候 首先就是 這個 1乘8 1乘8 因為是等於8 所以我們按照寫 2乘8 2乘8 216 好像這裡 我們就寫在這裡的位值 所以答案就是 168 這個很簡單 兩位數乘1位數 應該很多同學都認識 而且它的概念也很簡單 就是 將個位 1乘8 然後2乘8 其實就等於這個 其實概念上應該很簡單 我們由錢入心 在這裡 入手 然後我們下一個情況 怎樣做呢 之前我們也說過 乘法是有交換性質的 即是說 8乘21 是等於21乘8 我又示範一次 如果我不是像剛才那樣寫 我現在這次我是 8乘21 但其實我們通常都不會這樣寫 我們多數是 兩位寫在上面 一位寫在下面 但其實這一個都可以做到 我又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如果我們變成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會做兩樣東西 第一樣是什麼呢 這個是個位 這個是十位 如果我們真的要這樣寫 雖然我們很少會這樣寫 但其實我們都可以做到 我們可以變成這樣 這一句我們就會分成兩句 上下兩句 一句就叫做8乘1 然後下面那句就變成8乘20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我們又試一下 如果8乘1是多少呢 8乘1就等於8 8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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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是 1個就等於160 1個就等於8 其實這一題我們可以這樣寫 2乘8乘20 2乘8乘16 2乘8乘16 2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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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少會這樣寫 個位 一個就是這樣 一個就是這樣 我們很少會這樣做 所以我們也是 記得 只是我示範給你們看 等於一位乘2 都可以這樣寫 但我們通常會轉轉 變成二十一乘8 通常都會這樣 你們可以記住 好,我們現在試試 如果做互換 乘取互換會變成怎樣 我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21乘8 剛才我們計算了 不用寫那麼多 我們計算了 216 168 除21 我們試試 剛才我們計算到 這個答案是等於 168 如果我要把168 除21 這樣會變成怎樣 如果168 除21 好像很難 其實不是很難 用心算試試 這個是 兩位數 起碼要拿兩位數去除 如果16 除21 所以要更多個位置 要用168去除 168除21 我們想想 21大概要乘多少 是要等於168 如果 21乘10已經去到210 所以我們不會乘這麼多 所以一定是12下 然後我們就想 2乘8是16 大概應該是8 因為我們用這個位置 去做 大概是8 我們就可以試試 100 8 216 所以這個就是8 168除21 就等於8 這樣就可以做到 這個已經做了 3位除2位的除法 換來 21乘8 168 168除21 就等於8 如果這樣寫 如果這樣寫 又會怎樣去做 我們試試 這個是 8 21 剛才我們說過 100 8 然後下面 我們 經常會教我們 要選擇一個位 因為 今次是2 10位的2 乘2 8 所以這裡是 216 我們會這樣做 對不對 其實這一句是 8 乘1 這一句就是 8 20 對不對 好 然後我們就得出 168 然後我把這個168 除8 我們又試一下 今次是一個3位 除以一個1位 所以我們可以用前面這兩個都可以夠除 8乘多少 差不多是16 8 2 16 然後拉這個8 8 1 如8 我們就會看到 這個等於21 大家可以留意一件事 就是這個16其實是代表什麼 代表 8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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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數字是160 其實是否正正是這一行 之後我們再把這個8拉下來 其實這個8是 8 1 如8 其實是否正正就是這一行 沒錯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的互換 乘除互換 其實原來他們是有關係的 你可以看到 所以這裡又是很明顯可以看到他們之間的關係 再做一次這個2位乘1位的例題 今次就是37乘4 37乘4 其實就是代表 7乘4 加這個 30乘4 我們又試一下 7乘4等於28 然後 30乘4等於120 好 我們知道之後怎樣做 首先我們要計 7乘4這個位 7乘4等於28 所以我們8寫在這裡 但不要忘記有個2 2我們要寫在旁邊 這次是有進位 然後 3乘4等於12 所以這個12 就寫在這個8位和10位這裡 但不要忘記 我們還有這個2 進位 所以12加2 就等於14 所以我們就寫在這裡 所以這次我們的答案 就等於148 好 這次也是2位乘1位 所以我們計到的答案 就是148 我又示範一下 如果我們調轉去寫 這次是4乘2 37 又會怎樣 但我都重申一次 我們很少會這樣寫 我們多數就是 2位乘1位的話 2位是會放在上面 然後1位是放在下面 通常會像之前那樣寫 但我這次示範給大家看 如果我們這樣寫的話 其實這一行就代表 4乘7 而這一行就代表4乘30 我們又試一下計 4乘7等於多少呢 4乘7 28 然後如果 3 4 12 我們又要看一看 這次我們要寫 4乘7 28 所以我們這裡寫 28 然後這個是 3 4 12 120 我們會寫這裡 好了 這次我們要加起來 8 2 2 4 1 這次的答案也是148 148 這次你會看到 我們這一個進位 我們有個位可以給它寫 因為這一行就代表4乘7 而下面這一行是代表4乘30 現在我們就這樣加起來了 其實你這樣看的話 你會看到 哦 原來上一頁和今頁 其實好像是 差不多一樣的東西 但只不過我們的寫法不同 所以我們通常 兩位乘1位都會 上面那個是兩位 下面那個是一位 這樣去寫 這樣去寫 對 然後我們又看成除互換 這次我們會怎樣寫呢 這次是37乘4的話 我們剛才計算過 那就是148 然後把這個148除以37 那又是 這次是一個三位數 除以一個兩位數 我們就想到了 試了兩位和兩位去成 但是不行 因為你37乘多少都不會變成14那麼少 所以我們就要用這個位 這個位 就是說我們三個位除兩個位 就是說 我們要把148除37 那就是說 3乘多少大概是14 我們可以這樣想 3 4就是12 3 4就是12 那我們試4 如果我們把這個4放在這裡 記住是放在這個位置 這樣才會變成 7乘4 7 4 28 然後記住有個2 然後3 4就是12 12加這個2 14 這樣就可以完成到了 對吧 那就是說 這次的答案是4 那都可以完成到 很明顯看到他們的成除互換 好 那我們再來下一頁 這次就是4乘37 4乘37 其實上面那項和下面那項分別是代表著什麼 上面那項代表著4乘7 下面那項代表著4乘30 4乘7 就等於28 4乘30 就代表120 所以加起來 就等於148 然後148除以4 148除以4 148除以4 那我們又想了 咦 這次是3位除以1位而已 所以我們先用了這兩個位 先讓它除 4大概是3 4,3 1,12 4,3,12 然後這裡剩下的就是28 而這個28 又是給4去除 4,7 等於28 咦 那又算到了 37 大家又可以看到這個互換了 原來這裡其實在計什麼 其實就是4乘30 其實就是這個位子 是否很明顯可以看到原來我們乘法和除法的互換 原來是這樣可以看得到的 我接下來就到3位數乘1位數了 那又是好像剛才這樣做了 那我們會直接去做這個乘除互換 因為我不會逐步逐步說 用剛才的方法去做 那我們看看吧 接下來是5,8,3,9,6 又是 9,6,54 所以寫4在這裡 5要盡力了 3,6,18 18加5等於多少 沒錯 等於23 所以這個3寫在這裡 進位2 5,6中30 30 再加這個2 等於32 所以我們就寫在這裡 32 所以這個是3,234 所以就等於3,234 3,234除以539 又是 這次是一個4位數除一個3位數 我們就看這個位和這個位 5乘多少差不多是32 5乘多少差不多是32 對 6中30 我們就試6 6,9,54 所以這個是5 3,6,18 加這個5 就等於23 5,6中30 30加2 就等於32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 就等於6 是不是 這次又可以看到那個乘除互換 其實你看到我們兩邊計的東西 都是差不多的 是不是 看到兩邊計的東西都是差不多 因為我們要計算 除法 其實就是要找回 什麼乘什麼 就等於那個數 對不對 其實就是差不多的 兩樣東西 然後我們又計算一次這個寫法 我又會怎麼寫 我再說一次 我們多數 如果一位乘三位的話 我們很少會這樣 一位在上面 然後三位在下面 不過我這次是想示範給大家看 所以我才這樣做 如果我這樣寫的話 其實就變成這裡是6,9 下面這一行是6乘30 下面這一行是6乘500 我們現在試一下 如果6乘9 6乘9是54 所以我會這樣寫 然後六乘30 然後六乘30 是等於多少 三乘18 所以這裡是180 這樣寫 然後65中30 所以這個是30 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3000 你看到這裡 我隱藏著一些0 我們可以再加起來 4加0加0等於4 然後5加8等於13 進1 然後1加1等於2 然後這個是3 是不是也是等於3234呢 是不是跟剛才的答案一樣 因為我們有乘法交換性質 因為6乘539 其實是等於539乘6 好了 這次我們就要做除法了 3234 這次是除以6 這也是 這次是4位數除以1位數 所以其實我們不用用這麼多位置 我們可以先用這個32 除了6 32除6大概是多少 65中30 而這裏剩下2 32減30 等於2 2 再拉3下來 23 6 3 1 18 然後這裏 23減18 就等於5 54 6 9 54 好 這次的答案 又是539 我們又看看他們的互換關係 我們有圈出來 這一個其實就是3000 看不見到其實就是這一行呢 對不對 好了 然後這一行又在哪裏 其實就是這一行 其實是不是更加清晰呢 原來我們除法和乘法 其實原來有個關係在這裏 好 今次就是很多同學都會搞錯的 這個2位乘2位了 那我又試一下做給大家看 那就是21乘16了 其實上面這一行 它是代表著什麼呢 它是代表著21乘6 下面這一行又代表著什麼呢 是代表21乘10 那我們現在試一下 6 1如6 2 6 1 12 然後下面又是了 我有個隱藏的0 在這裏 然後呢 它做的是什麼 21乘1 那就是1 1如1 21如2 對不對 其實就是 如果是21乘1 就是21 其實它是代表著21乘10 所以後面加多個0 就等於210 那之後的答案呢 這裏就是336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336 除以21 好了 那這次又是只看頭兩個位置 那大概呢 它就是21乘1 就代表21 然後這裏是33-21 就等於這個3-1 就等於2 3-2等於1 120 拉著這個6出來 那就是126除以21 126除以21 大概是多少呢 對啦 5-6 16-6 2-6 12 我們可以計到這個就等於16 那又是看回換關係 這裏210其實是代表著這一行 這個126是代表著這一行 那又是很明顯可以看到 原來我們乘除是真的有個換關係 所以我極度建議同學生 如果學我們這些兩位乘法的時候 你可以做除法 你試一下你把你計完的答案 試一下把它除回去 看看是不是本身的數 其實可以幫自己驗算到 還有更加可以幫自己熟習這些 乘除的計法 我們又試一下另外一個寫法 今次我的寫法就變成16乘21 今次上面那行會是什麼呢 是16乘1 下面那行就是16乘20 這樣做的話會變成怎樣 我們又看看 16乘1 其實16乘6 11乘1 然後這裡我又隱合一個0 補0 然後2612 然後有個進一的 21乘2加進一等於3 然後加上6加6 1加2等於3 3 這個就等於336 然後我把336除以16 好 16乘多少大概是33 我只是拿這兩個位置來看 16乘多少大概是33 沒錯 16乘2 那就是32 然後把33減32 那就剩下16 所以16乘1就等於16 即是說答案是21 我們又看看 原來這一部分 其實就是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 又是等於這一部分 是不是很明顯看到 互換關係 經常這些兩位數乘8 都去到五六年級都會計錯 所以大家可以小心一點 去自己訓練一下自己 多位數的乘除 這次就會變成三位數乘兩位數 三位數乘兩位數 我們又會怎樣計算 好了 我們又試一下 539乘12 其實這次會變成什麼呢 這個就是539乘2 然後下面這一行是539乘10 為什麼 因為 這個是2 然後這個是10 對不對 好了 我這次這樣做 首先 我先計算239乘2 239乘2 2 2 9 18 然後 3 2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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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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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7 8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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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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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8 8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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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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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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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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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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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這次是12乘以539 上面這句代表是12乘以9 下面這句是12乘以30 還有一句,因為下面是三個數字 所以是12乘以500 我們逐個寫 12乘以9等於多少 2918 19乘以9,所以是108 先寫在這裡 這裡有個0,所以這裡補0 這次是12乘以3 12乘以3,其實是36 這裡有兩個0在後面,所以補兩個0 這次變成12乘以5等於多少?60 沒錯,我們又加起來了 8加0加0,就是8 0加6加0,就是6 然後1加3加0,就是4 6,對呀,又等於... 是不是也是一樣? 跟剛才我們的答案一樣 因為乘以8加0,就是12乘以539 12乘以539,就等於539乘以12 好了,我們又看了 6468除以12 我們這次呢,又是把前面那些 看看夠不夠脫 兩位同兩位,是不是? 夠脫了,所以呢 就是12乘以5,大概是64 12乘以5,大概是60 是不是? 然後這裏,64-60 就等於4 然後拉這個6下來 沒錯,12乘以3 12乘以3,這裏是36 然後46-36,就等於10 這裏是10,然後拉這個8下來 12,然後大概乘以108 是9,那就108了 好了,這樣的話,我們再看看 怎樣去做回互換 首先我們寫了個答案 這個等於539 我們又看看其實哪一塊 是一樣樣的 咦?這個,其實就是這個 是不是? 然後這個呢 就是這個 然後這個呢 就是等於這個 原來全部我們都可以做到這個乘除互換 好,這次再難一點了 這次呢,就變成一個三位數乘三位數了 三位數乘三位數,我們又會怎樣做呀? 我們就會 357乘以168 那我們 會怎樣計呢? 第一句呢,其實就是 357乘以8 第二句呢,就是357乘以60 第三句是357乘以100 那我們又試一下吧 357乘以8 我們會變成怎樣? 8,7,56 進5 500中40 40加上剛才的5 那就等於45,這個進4 324加上剛才進4 那就28了 然後呢 記住了,這裡有個0 所以這裡也有個補0 所以這裡就變成 6742 這裡是進4 65中30 30加上這個4 就34了 這個 進3 36118 18加上這個3是21 所以我們會這樣寫 然後呢 到下一個了 這裡有兩個0 所以這裡是兩個0 這裡變成357乘以1 所以這裡其實是17乘以7 15乘以5 13乘以3 這裡加上去 那就是6加0加0是6 5加2等於7 8加4加7 那就是19 9 然後還有一個進位1 然後2加1加5加1 那就等於9 然後2加3等於5 所以答案是59,976 然後這裡 59,976 除以 357 好 我們一起看看 這次我們就要看看 咦?有沒有可以 這個是5位數除以3位數 那我們就 首先把頭的3個位 這樣 試一下乘了先 那能夠乘嗎? 可以呀 357乘1 我們寫了下去了 試一下雙減 減了出來等於多少 這裡是2 然後這裡是4 這裡是2 現在得出這個就是 242 我們不要忘記 現在把這個7拉下來 一起去乘 我們再看看 乘多少 大概是等於2427 我們把357乘多少 乘6左右 7、6、42 然後有個4 不要忘記 然後 5、6、中、30 那就34 這裡有個3 現在3、6、18 18加3 21 大概是這樣 我們有做過減法了 這裡是5 然後這裡是8 然後23-21 那就是這裡2 然後這裡加6下來 這次大概了 357乘多少 大概是2856 那就進5 5、8、中、40 那就是45 然後進4 3、8、中、24 那就加上剛才進位4 就等於28 那我們這次又完成了 這個是168 那又是可以我們看一下 互換關係了 這裡 35700 其實是不是就是這一部分 對呀 然後這裡呢 21420 其實就是這一部分 然後這裡 2856 又是這一部分 原來我們三位乘三位都可以做到這個 互換關係 好 那我又倒轉來寫吧 是不是 我又用另外一個方法試一下寫出來 其實原理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又重溫一次 上面這一行 其實就是168乘7 然後這一行就是168乘50 然後這一行是168乘300 好了我們又試一下 8756 然後進5 6742 42加5 那就是47 17乘7 7加這個4是等於11 好了 然後下一個不要忘記這裡有個0 所以這裡是補0的 然後 5、8中40 4寫在這裡 然後 5、6中30 所以這裡變成34 這個是3 15乘5 5加3等於8 OK 好了 然後下一個了 補2個0 所以這裡是補2個0 然後這裡是怎樣的 324 4寫在這裡 然後進2 3、6、18 18加2 等於20 然後13 3加2等於5 所以這裡寫5 然後加上去 6加0加0 就等於6 7加0加0 等於7 然後1加4加4 等於9 然後1加8 等於9 5 所以答案是 59976 好今次我們又試一下做除法 59976除以168 好 首先我們又看這裏是三個位置 這裏是三個位置 可不可以除到 可以啊 大概就是 3左右 因為這裏是1 這裏是5 所以其實它 大概可能 一定是5以下的了 但是因為它這裏是68那麼多 所以你就想啦 如果我們6、3、18已經進了1個去了 所以我們就會 選一個 5以下之餘 還要是再小一點的數 大概是3 我們試一下 3 324 這裏寫4 然後進2 然後3、6、18 那就進2 那就等於20 1、3、3、3 這裏就變成5了 好 然後我們又將它減了 9、4等於5 9、0等於9 然後這裏是7 好了 168乘多少 大概是957 我們試一下用5了 500中40 0、4 5、6中30 所以34 3 15乘5 加3等於8 所以這裏就是 7-0等於7 5-4等於1 9-8等於1 所以是117 然後這裏又拉這個6下來 168乘多少 差不多是1176 沒錯 我們試一下7 8、7、56 5 然後 6、7、42 42加5 那就47 這裏是4 172是7 加上4 這個4等於11 咦 又是了 那就算到的答案是357 我們又看看哪裏可以做到戶換 其實這一個 50400 8400 其實就是這裏 8400 其實就是這裏 1176 其實就是這裏 更加明顯可以看到 原來我們 3位乘3位 都是有這個戶換關係 應該這樣說 我們所有這個承除 都是有這個戶換關係的 所以你任何數字 你自己試一下 成員之後 你想知道自己的答案 對不對 其實你就把那個數字 除 其中你本身的那個數 你就可以自己 幫自己檢查你的 承除數 對不對 好 然後我就說一說 我們的進階的學習 即是說這些都是 小學的數學 但是平時我們恆常數學 很少見 但是都對你們很有幫助 所以都可以聽一聽 好了 如果我要計算這一題 原來我們有一個速算方法 有些乘法的速算組合 我們可以記在心裡 2乘5等於10 這個應該大家都認識的 然後 我會說 2乘2 是不是等於4 5乘5 是不是等於25 其實原來會令到我們的答案 等於10乘10 就等於100 是不是 因為2乘5等於10 所以我們 總共是等於 整個答案就是10乘10 再者 這裡又是 乘2等於8 這個乘5 就等於125 這裡乘10 就等於1000 好 這幾個組合有什麼作用呢 我們看看 左邊這條算式 2乘5 乘25 乘32 乘125 我們盡量找一下有沒有這些組合 第一 找到一個 有這個組合 所以這個我們知道 它是可以快點計算了 但是其他那些好像沒有這個組合 那怎麼辦呢 其實這個我們可以分拆了 其實它變成4乘8 我們試一下寫一條算式出來 等於 2乘5 乘25 乘4乘8 乘125 你可以看到 這裡 其實就是 4乘8 即是32 然後我們又 圖4乘25 這個呢 8乘125 好了 然後我們可以怎樣計算 25 就只有10 然後25乘4 其實旁邊就有了 25乘4等於 218 8乘125 再然後 8乘125 旁邊也有了 就等於 1000 沒錯了 那麼計算到這裡的時候 大家知道答案是多少嗎 嗯 對了 好 我們一起試一下計算了 其實很簡單的 我們先看看 1乘1乘1 是等於 21 然後呢 後面有多少個零 我們就繼續寫下去了 123456 6個零 所以我們就寫了 123456 6個零 這就是這一題的答案了